好所以接下來的時間我們就真的要為您訪問到人在前線的基隆市議員張浩瀚先生 我們要主要問他兩個問題 首先這昨天呢三更半夜下大雨的時間 如果我們手邊的資訊沒有錯的話是凌晨一點 所以我們第一個要請教他的問題是不是基隆的狀況 其實昨天就很慘 另外呢謝國良市長是什麼時候才出現 我們這兩個問題要先請教一下浩瀚議員 基隆市在今天凌晨的時候降下來一場自災性的大雨 而這個大雨呢在一個小時內甚至是高達100mm以上 這也導致了基隆市非常多的一個區域 產生了嚴重的災情 不管是淹水或者是山崩都已經影響到民眾基本的一個生活 尤其在今天還需要上班上課 很多民眾在今天早上的時候還是涉水前進 而因為這場大雨也導致非常多的市民開始質疑 這一段期間謝國良市長到底在哪裡 據我們所了解的是 謝國良市長直到早上九點的時候 才又再度進度進駐到災防中心裡面 來指揮相關防災的工作 然而在凌晨的作案期間到底是誰主責 到底是誰要來處理這些防災的工作 我想這一件事情我們完全不得而知 好剛剛議員有提到說 其實包括了新風落的貪方早就有機可循 因為九月底之前就已經有人通報了 所以可不可以麻煩議員幫我們回溯一下 當時的狀況是什麼 那目前搶偷的狀況又是如何 那在我後方的一個新風街 也在凌晨四點的時候 那發生了嚴重的土石滑落現象 也造成了新風街部分交通的一個 而這個場域其實早在九月二十五號的時候 就有民眾反映 周邊的邊坡 似乎已經開始產生了小坍塌的一個現象 然而市府在這段期間 毫無任何的積極作為 那導致了後方的整個山坡在這一次的大雨當中 可能因為這樣的一個破口 讓整個土石瞬間傾瀉而下 導致了整個道路被掩埋在裡面 其實現在有非常多的一個民眾的摩托車輛 都被掩埋在這個土方下面 那現在救援的一個機具 正一台一台的將摩托車來拖出 那希望說能夠盡快的回復 這個道路行駛的一個狀況